好,這裏就講在market economy 裡面 Goods 和 Service 的 Allocation 是怎樣去分配的 我們知道無論是market economy 還是 planned economy 底下 其實resources 的分配一定有一部份是來自market 一部份是來自government 只不過是程度問題,兩個極端 全部由market 或是全部由government 是不會存在的 譬如,好像在香港那樣 第三個例子,好像在香港那樣 其實我們在market 拿了很多,但政府也有一部份 這是香港的特點 一定是債負在兩隻之間,而不會是全部plan 或是全部market 好,那既然allocation resources 我們看看 那會不會有government planning呢? 好像是會有的 主要不是來自政府,主要應該是來自market 好,這就沒有了 Cost Production 主要是生產成本 沒錯,生產成本是market的訊息 成本、cost、price 都是market的訊息 Consumer的demand,消費者的demand 當然都是market的訊息 這個正在錯,說明control 那怎會是market呢? 這個就不會是答案 亦都在market economy 中,政府應該都不會控制市場 就算有可能是很少部份 所以答案是2,3C,其他就不對了